呃 又要去跟演員談價錢啊 檔期 然後呢 在現場拍的時候 也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更別說我自己也是演員 對啊 所以其實 多方面的壓力會很大 那你會不會是正在演 要談情說愛的 但是你心裡正在焦慮很多的問題 對啦 會啊 會啊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呃 在現場拍的時候 常常都會跟導演去討論 一些 呃 譬如說下一場戲的問題 譬如說 啊 這個道具不行 然後副導就立刻說 欸 歐成 少爺該你了 要演了 然後在倒數的時候 我還在想那個桌子的事情 然後一Action就 欸 當然就是在我前面了 對 所以其實很容易分裂那個時候 對啊 而且他那個時候也很煩 就是他是製作人 也是跟我對戲的男主角 所以有時候他就是在 對戲的時候 我們兩個應該是要培養情緒的時候 他就會說 欸 那個 你今天可不可以 就多超十幾個小時 我們把今天 哦 自己還要談談 我們今天把這個場地 我們今天就把它拍完什麼什麼的 然後因為我就要進入狀況 我就很不想回答他這個問題 他就說 怎麼樣 拜託幫個忙 然後就 哦 四 三 二 他就立刻深情的看著我 我就深情的看著他 然後他就說 怎麼樣 可不可以 我沒有看他 他就說 跳進跳進去 好可愛 對啊 而且其實有時候這個會 我覺得你也蠻難做的 對 但是演員也很難 因為有時候這個問題是 比如說透過經濟的去磨 會比較好一點 對啊 但有時候就是可能自己來問的話 那個成功率會稍微高一點 對 但其實真的很難 因為我演的那個角色 少爺呢 他是整部戲裡面根本很少有笑容的 就是很冷酷的一個人 然後從來不會對人低聲下氣的 然後呢 一喊咖我就 就說 拜託 拜託 然後一開拍就有開著力 你討厭演技 樣樣 我想問大S 就之前我看過電視專訪你 就說 你說你一直活在世人的框架 眼光的框架 譬如說 你當初唱歌轉主持人家說 明就歌手幹嘛主持 然後演戲又說 明就主持演什麼戲 那如果你今天可以擺脫一切框架 不理他們 然後可以大罵他們 你最想罵他們什麼 頂多也就是 你們也管太多了吧 之類的 太溫柔了吧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啦 人心佛心來的 比如說像小S的一些風波 有時候你會不會很想替他出個棉 就是 講幾句話 他的 小S的問題 我覺得他自己處理的都蠻好的 但是我妹夫的我就比較擔心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自己本身也不是公眾人物 可是大家卻 把他當作公眾人物來對待 我覺得是有點不太公平 所以我比較覺得 對他不太公平 可是我覺得他們姐妹真的蠻 蠻厲害的 對 就是完全沒有在管世的眼光 你看小S譬如說 媒體要這樣寫 要這樣看 可是他一直還大開這個玩笑 對 就是說 人家說譬如說金曲獎那天 你會邀你老公來 他就說看他有沒有去夜店 就是他還是在開玩笑 對 所以就是完全沒有在care 這樣的大家的眼光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你們真的蠻堅強的 所以今天我想兩位來呢 也是這個在很多方面 都是你們的前輩 所以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困擾 或面臨人生的選擇 可以好好跟兩位請教一下 這個問題層面很廣喔 包括可能有家庭工作戀愛等等 第一個case就是小燕啦 就是我現在才大一嘛 當初上大學的時候 就是考了一個分數 然後父母親希望我考 就是選一個好一點的科系 就是好比說是外文系 以後就可以出國 然後可以做什麼貿易 或者是說就是考一個國立 可是可能下面的系就是掛個名 可是後來就自己就覺得說 我喜歡畫畫攝影那些的 所以是不是選擇堅持原本想要走路 所以才會問你們說 這樣子是好的決定嗎 喔 兩位覺得他的這個選擇是正確的嗎 就是要走安全的路 還是走比較有冒險的路 但是是夢想的路 對不對 我覺得走夢想的路才是對的 喔 因為人生本來就是充滿了冒險 你就算走一條安全的路 它還是充滿了冒險 那你不如走一條就是冒險的路 可是它是你的夢想 就是找自己喜歡 欸 但是Peter 身為製作人 你會這樣覺得嗎 會啊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啊 我爸媽他們希望我去學醫 但是我跟你一樣我很喜歡畫畫 然後我堅持 然後我就是 呃 考進了一個美術學校 然後但是我爸媽都覺得說 可能不會有什麼前途 然後後來呢我大學沒有念完 就 進入演藝圈 就開始出唱片了 對 然後呢 出唱片的時候 也沒有想到我會開始演戲 然後也沒有想到後來會 呃 當製作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 你去 實現你的夢想 然後你在走這條路的時候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嗯 然後可能會有更多的一些 呃 事情 會發生在你身上 然後你可以再去做很多選擇 因為我覺得不可能去 現在就可以去預設到你五年後 是什麼樣子 嗯 像那個 美國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的名字叫歐普啦 嗯 他不是有自己的talk show 自己的攝影棚 有自己的很多事業嘛 他是不斷的在思想改造大眾這樣 對 他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 人生最冒險的事就是 你從來不冒險 哦 這是最冒險 對 那這樣太恐怖啦 你什麼都想要打安全牌 你什麼都不去嘗試一下 說不定最後 不知道你會發生什麼 你沒有任何的 應變或處理的能力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你那麼年輕 當然要去冒險一下 但是這個又 又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跟家裡面的爭執 有沒有過 有沒有為了選一條 這個人生的道路 跟家裡有 有翻臉啊 或者是 有嗎 姐弟 其實像我現在就是 跳舞 跳舞還有 例如說現在錄節目 有一些 哦 錄節目你爸不喜歡嗎 我爸有一點 其實還好 還是你爸希望常來上節目 沒有 我爸覺得你還蠻講的 我爸會打給我說 欸 什麼時候要錄 一定要跟我講 好 那是題外話 就是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我其實現在念書念的 還算OK 可是就是中間會有很多機會 是可以去發展別的事情 例如說可能有廣告 或有什麼戲劇 或有約要找 或者是什麼 可是其實如果你同時要顧客業 或顧 例如說演藝圈 這塊是不可能的 那像我在跟我媽媽溝通的過程中 我都是以客業為重 可是自己心中 就一直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我到底有沒有辦法 可以去走 我有問過Ken哥 對啊 就Ken哥給你的回答是什麼 我給你 你跟我說 你還說英文 你還說不要一頭熱 你說太多人這樣子走了 你說太多人這樣子走了 然後你說一直有人這樣子 對 英文是 英文 我用英文嗎 Don't want hate Don't want hate Don't want hate 他說 你說什麼 你說 This word is like this Don't just want to go in there 然後你就一直說 然後你看太多人 夢裡面吧 A lot of people do all the things 是喝醉的時候講 對啊 我怎麼會在講英文啊 對啊 你是在這裡講的嗎 沒有 對在攝影棚外面講 他說他很生氣的跟我說 因為那時候我有一個很 他很生氣 哈哈